一提到内向 相信大部分人都觉得 内向就是个贬义词 一种性格缺陷 且大部分人的认知里 也都是偏于外向好 内向不好 在知乎搜索关键词内向 大多数也都是求助颇多 都说 内向的人不善言谈 不擅长社交方面 人际上的内向 交往放不开 因此很难融入社会 容易错失机会 很难有大的作为 但随着年龄渐长 阅历增多 越发觉得 内向其实是一个很棒的性格 罗永浩也说 外向的人也许会左右这个世界 但是内向的人才会创造世界 内向的人往往都是深藏不露 内向的人为人诚实 值得深交 周国平先生说 外亲性格的人容易得到很多朋友 但真朋友总是很少的 内亲者孤独 一旦获得朋友 往往是真的 内向性格的人不善社交 不爱闲聊 但不代表其表达能力真的很差 在交友方面 他们懂得倾听 会用心待人 一旦做出承诺 会尽心去达成 在做事方面 是属于少说多做行 让人放心 值得信赖 与内向者交往 刚开始或许会感觉到一些尴尬 但是久处之后 会发现 他们更忠于自己的内心 注重品质 而非数量 追求的是高质量 稳定的社交关系 会真心实意和朋友相交 炒股是苏氏的发小 人好话不多 苏氏做官风光时 他退而避之 苏氏被扁昌化 平日里那些巧舌如皇帝氏大夫 都不敢与之往来 唯有炒股 匆匆赶到苏氏身边 叫他开墾荒地 盖屋种田 后来 苏氏调回汴京生殖 之前消失的士大夫 朋友们 又分勇而至 对苏氏美颜不绝 而那个性格内向的炒股 苏氏怎么都找不到 直到晚年 苏氏又被扁海南 七十多岁 炒股才出现 他带着药材 不远万里去找苏氏 后遗憾病死他乡 不禁感叹 人生有如此真心 实意相待的挚友 足以 子曰 刚一目睹近人 巧言吝啬先以人 真正的朋友 不是擅长花言巧语 只分享你风光一时的高光 而是不管任何时候 不为任何利益 始终脚踏实地地 陪伴你走到最后的人 慢热的人 或许一生中 不会结交太多朋友 可出现在生命中的人 他们都会倍加珍惜 沐昕先生 有首诗流传甚广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在这个速食的时代 人与人之间 无论是什么关系 快速接近你的人 大都会越快冷淡离开 而越慢热越持久长情 旁人眼中的木讷 其实更难得可贵 更经得住考验 毕竟慢一点 才是最稳固的交往方式 内向的人 做事专注 具有洞察力 古语言 独来独往 是位独有 独有之人 是位置贵 从小性格内向的作家苏珊 凯恩 她专注思考 探寻 用了七年时间 写出了畅销书《安静》 内向性格的竞争力 并研究发现了 世界上约有三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的人 都是内向的 众所周知 村上春树 是一个十分乐于 享受孤独的人 她能在乏味 看似一成不变的 独居生活中 找到专属自己的乐趣 也因此写出了 多部优秀精彩的 文学作品 她坦言道 一个人安静地待在井底 是我做了一辈子的梦 知乎上曾有人提问 什么是村上春树式的人 看到一个留言 总结得很全面 喜欢一个人独处的时间 喜欢和他人保持距离 性格深沉内敛 但却很真诚 如果你能有幸 结识这样的人 你会渐渐发现 他的靠谱和内敛 会被他不愿流于表面的 丰富情感所感染 内向的人 虽喜爱独处 很少关注外界所事 但他们性格安静沉稳 具有洞察力 懂得思考自我的价值和为人 在自己的领域专注地 去做一件事 所以更容易获得成就 所以那些旁人看起来 估计的时光 却是他们人生增值的最好时期 最有代表性的内向者 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就曾说 安静生活的单调和孤独 激发了我的创造力 电影《阿甘正传》中 虽然阿甘大脑迟钝 智力只有75% 总是被人嘲笑为傻子 但他自强不惜 认准一件事就专注地去做 不受外界的影响 而上天也没有辜负他的认真 让他每一段经历都收获满满 小时候 为了躲避欺辱 他听从朋友真一的话 开始跑步 跌倒爬起不断重复着 后来他跑进了橄榄球队 跑进了大学 成为橄榄球巨星 参军后 专注训练的他 总能出色地完成 上校安排的任务 成为了军队中 对表扬最多的那个人 成为了越战英雄 战后养伤期间 他学会了打乒乓球 如果没人和他打 他就自己和强打 时刻专注于乒乓球在哪 技术练得炉火纯青 打成了国家专业运动员 为了完成去世好友不八的心愿 他买来渔船到海上捕虾 历经挫折但从未放弃 最终不仅捕到虾 还拥有了亿万资产 每一个阶段 他都只发自内心的 认真做好一件事 不会想东想西 也正因为不会多想 才能创造出一个个 令人艳羡的奇迹 董青曾说 你在读书上花的任何时间 都会在某一个时刻 给你回报 你的注意力在哪 结果就反馈在啊 所以 别小看了你身边的 某些内向者们 因为这些人 拥有你所不能想到的决心和意志力 他们会主动屏蔽外界干扰 将充沛的精力 专注成长 挖掘自身的潜能 然后静待花开日 在某一刻绽放出格外独目的光彩 内向不是缺陷 而是一种被低估的优势 网络上流行这样一个说法 越内向的人 做事越惊人 微信之父张小龙 从小就是不善于交际的人 还被自己的表哥 形容为文静的像一个妹子 可正是这种孤僻的性格 让他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 先后开发出Foxmail1 QQ邮箱 微信这些产品 可随着名声越大 他越是低调 晚句采访和颁奖 始终回答说 我不需要花彩的生活 有媒体形容他已经低到尘埃里 知乎上有人评价他 在他身上 我看到了是外表羞涩 内心却有一种能成就大事的隐忍和耐心 在属于自己的某一个小领域自信心爆棚 却不轻易拿出来卖弄的人 正如他所说 每一个不善沟通的孩子 都有强大的帮助别人沟通的内在力量 内向之人 他们习惯并享受独处 往往会拒绝一切无意义的社交 热衷于深度学习和内省 更愿意静下来与自己对话 关注内心想要什么 如何实现 生活大爆炸里 莱纳德在演讲里说到的 或许你在学校格格不入 或许你是最矮小或者最怪的孩子 或许你没有任何朋友 其实这根本无所谓 但我的重点是 那些你独自一人度过的时间 比如组装电脑或练习大提琴 其实你真正在做的事 让自己变得有趣 瑞典化学家诺贝尔 虽从小体弱多病 爱好孤独且抑郁未缩 但他喜欢思考 具有梦想家本质 敏锐的洞察力 及坚毅的精神 在他小的时候 就跟随父亲去工厂做炸药实验 并且始终对炸药研究保持长期的热爱 哪怕弟弟因炸药爆炸事故而去世 他也没有被下阻 放弃他的研究 最终 他终于凭借自己性格赋予的优势 在自己的领域发挥出难以估量的影响 同时也收获了财富 而且 他不仅在炸药方面做出了贡献 在电话学 生物里 学 光学和文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建树 临终时 他立下遗嘱将全部资产授予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 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也就是如今的诺贝尔奖 有句话深入人心 性格内向不是缺点 你要允许一些人 有安静的青春 的确 内向并不是一种缺陷 它只是性格的一种 好比性格是洞建筑物 而不同类型的性格 就像不同风格的建筑 别具特色 内向的人或许慢热 但他们会用纯粹的真诚 陪伴只有走过春去秋来 内向的人或许不合群 但他们会在独处的时光 专注挖掘自身的潜能 内向的人或许木能 但他们会用安静的方式 寻找生活乐趣和最珍贵的东西 内向的人隐藏着很多优秀的品质 他们懂得接纳自己 拥抱自己的性格 然后去汲取内向的力量 这些使得他们能够靠自己 发光发热 成为最闪亮的恒星 所以 别低估了性格内向的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有利那些让我